好,这里呢,我们接着之前的课程内容呢,来完成一个我们信物绘制的第三的一个内容,第三个内容,也就是一个,也是我们绘画当中比较常见的这样子的一个,一个罐子啊,我们在绘画当中呢,经常会去,我们在基础绘制的时候啊,经常会画一些简 简单的,啊,简单的陶冠,那么呢,这里呢,我们来讲一下,其实呢,我们在自然界当中呢,啊,的所有的一些物体呢,我们都可以以一种非常简单的形状来进行一个概括,那么这些简单的形状是什么呢? 实际上呢,也就是我们在之前的一个绘画的绘制当中呢,去完成的 也就是一些正方体啊,自然界当中的所有的物体呢,我们都可以概括成一个正方体啊,圆柱体 然后这里呢,我们这里呢,简单画一下啊,正方体,圆柱体啊,这个画的并不是很规矩啊,正方体,圆柱体啊,还有球体啊,还有球体啊,还有球体啊, 圆柱体啊,圆柱体啊,圆柱体呢,之前我们没有画,但是呢,我们画了一些另外的一些形状啊,穿插体啊,而这些形状呢,就往往是构成我们自然界当中一个比较啊, 比较基本的这样子的一个形状啊,所以说呢,我们在一开始,无论我们去完成多么复杂的物体的时候呢,我们都要以这样子的一个啊,都要以这样子的一个形状来认识啊,要以这样子的一个形状来认识啊,那么这里呢,我们来分析一下我们今天所要画的一个啊, 啊,陶罐啊,一个罐子啊,我们在绘画当中呢,尤其是传统美术的绘画教育当中呢,经常会以这样子的物体呢,去作为我们绘画训练的一个对象啊,绘画训练的一个对象,那么这里呢,我先快速的啊,将这样子的一个, 陶罐的一个基本形体呢,先画出来,好,然后我们再来分析它,好,按照我们之前的一个绘画思路呢,我们同样呢,是先定点,没有,先定点, 我先定点 先定点 这是一个比较中规中矩的造型 我们镜像复制一下 因为左右两边基本对称 我们镜像复制一下 那么我们以这样子的一个对象 来作为我们今天的一个课程的一个分析 我们下一个课程转发 我们下一个课程的一种 加上冰箱的一种 我们下一个课程的一种 室内的一种 我们下一个课程的一种 我从来的课程向来 谢谢观看 我们把这个糖冠的形状稍微调一下 我们把这个糖冠入 sino在一起 感谢观看 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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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观看看 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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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观看看 观看 观看看 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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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观看看 观看 观看 观看看 观看看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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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观看看看